至于民管呢,包括安装在外墙或者楼内的水管。 所有安装在楼内的民管,如果在浇注混凝土之后才安装的话,那么所有的穿墙,过梁,或者是楼面,都要预留套管。 要记住套管一定要牢固,千万不要在浇注混凝土的时候移位。 而穿过墙板的套管,从造好的楼板开始钻起,露出的部分不能少于150mm。 在安装水管之前,一定要和各个工序互相配合,清楚地知道它们留下的按管的位置,要不然在钻孔安装支架时,很容易就会钻穿它们了。 这就好像是装老鼠一样,一定要知道老鼠尖子摆在什么地方,要是自己一脚踩上去,那它就倒霉了。 至于安装支架,除了要使用符合规格的膨胀螺丝之外,支架的尺寸一定要符合批准图纸的要求,支架的距离要很精确。 连接水管之前,要先复合水管的水平,连接好水管和放好支架,这样大致上就完成了。 另外,我知道连接水管可以用压接的方法,但是一定要得到工程师的批准才可以使用。 你懂得还挺多的。 方法呢,是首先要预备好适当的压接配件,接着切断铜管。 再把尺寸合适的揽芯配件装进铜管的两端,上好揽芯,小心调教力度。 最后再用工具拧击两端,这时连接工序就做好了。 只要小心做好每一道工序,盖出来的房子自然漂亮了。 那水管安装好之后呢,不知道漏不漏水。 就好像你说的,当初你也不知道饼扫那么正点呢。 这你放心,水管管工接着就要做漏水测试的。 首先是把水注入水管。 它的压力不能小于正常运作压力的两倍,或者是十个八。 还要记住留意压力表,一定要有合格的检验证书,也就是Calibration Certificate。 诶,北叔啊,你又学了新的英文单词了,连Calibration Certificate你都会,好厉害啊。 那还用说。测试完成以后呢,就要安排承建商的管工做初步验收了。 验收合格之后呢,就可以安排寄电工程顾问验收水管了。 经过水压测试之后,就可以连接水龙头、热水炉和所有的阀门配件了。 记住,所有的阀门要容易开关和易于维修。 在交付使用之前,一定要在楼宇里面做最后的冷热水供水测试。 热水炉供应热水,分别测试一下热水水管、热水炉的水管接口位置和其他的接口有没有漏水的才行。 如果每个工友都做得好,每你都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的。 按看看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